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魯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超級人車子好好聊天 那在倫波玩日系四大天王之後 終於要來往下介紹歐喜車場了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家是 我不是祭司就是在成為祭司的路上 不是啦 是我不是賽車手但是要BF Racer 義大利雄師Aprilia 一早就要寫稿 當然要挑一個最熟的來寫啊 能量真的有限嘛 那講起歐洲車就會想到義大利 義大利是個速度與激情的國度 除了披薩千萬不能加鳳梨之外 就讓人印象深刻的 或許就是他們做出來的性能跑車 都很喜歡用紅黃色 比如說法拉利、藍寶堅尼、杜卡提等等 那Aprilia是一個相對比較冷門的品牌 雖然它是歐洲第二大的摩托車和速可達生產商 但就是比較冷門啊 Aprilia跟很多機車廠商一樣 那最開始創業的時候 都是生產自行車的 相比日系廠商來說 Aprilia是出發的比較晚的 二戰結束之後 於1962年Arbeto Baggio 在義大利創建了自己的自行車工廠 那六年之後 他的兒子接管了工廠 開始轉型生產機車 所以Aprilia的正確創立年份 其實是在1968年 而之後的九年 Aprilia並沒有走向生產之路 而是將重心放在機車賽事之中 而透過賽事良好的名次 來證明產品的性能 性能是不錯 但卻沒有驗證到躲散率啊 而1977年Aprilia奪下意大利摩托車 越野賽的125CC以及250CC組別冠軍 1986年推出F1運動機車 並於1987年贏了一座世界冠軍 時間飛快的來到1990年代 前進於賽事Aprilia 透過長年的比賽累積起來的經驗 終於開發出讓Aprilia很少GP250的神車 並讓Max Biaggi於1990年 創下連續三年冠軍的戰績啊 RSV250 這是一輛二行程V型狀槓的比賽車 通重僅有96公斤 你的小哈魯都比他重 賣力受過100匹 你的小哈魯只有19匹 而市售版本的RSV250 已經其實是使用 Suzuki的RGV250 二行程V2引擎座椅改良的 並搭配Aprilia製作的車架 加上各種豪華的用料 於90年一推出 便成為當時偶爾玩家的搶手貨 而作為市售車的RSV250 就比較重了 大概就是140公斤左右 馬力則有70匹 小看一下很有機會突破90匹 在當時馬力重量比是超越市售成600cc的 於台灣也是跟 MSR250一樣 成為一樣的神話 價格也非常昂貴 那買不起沒關係 同時還有砍半的版本 RS125 那不要以為砍半就很遜 車重只有100公斤的RS125 具備34匹馬力 0-100加速只要5.8秒啊 真的說二行程時代的車 真的都是變態 但二行程的時代 終會結束 世界潮流與趨勢 還是會逐漸的往事行程靠攏 深話與傳說 只會留在你我的回憶之中啊 1998年 阿伯利亞推出了RSV Miller以前 為作為一輛參與WSBK的戰車而開始失售 V這個字主要是因為阿伯利亞很喜歡使用V型引擎 來製作運動車款 RSV1000是使用了177排氣量的V型雙缸引擎 最大的馬力是130匹 最大的扭力則是10.3公斤米 一線鏡的角度來說 其實並不特別具備競爭力 但在當時來講 RSV1000並不是以大馬力著名 而是以操控性以及整體的平衡為主 要注重重量分佈提高操控表現 以及V雙的特性讓RSV1000在出彎的時候 硬是可以比那些馬力狗快一點 但隨著時代的更貼 RSV1000也進化成為了RSV1000R 馬力提升至143匹 印象中當時在台灣的售價也是超過百萬的 但是時間已經來到2006年 日系四大車廠紛紛退出了超級馬力狗 CSXR1000、CBR1000RR、10R、R1都超過170匹以上 馬力重量比都來到1比1 馬力差距瞬間都達到30匹以上 RSV1000R顯得完全沒有競爭力 就算給你前後歐 段框你還是只能拿來洗車啊 欸等等 Abrelia盡量不要洗啊 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來到2009啦 Abrelia意識到V雙引擎真的已經沒路了 要怎麼同時擁有V型引擎的低轉扭力 以及四缸引擎的高轉延伸性呢? 那簡單啦 把V2變成V4就可以啦 那這樣就又V型又四缸啦 所以代號RSV4的超級跑車即將混事 RSV的動力進障 是全新開發的65度夾角V4引擎 排氣量是WSBK上限的999.6cc 而這台窄夾角的全新引擎 減少了引擎的佔用空間 重心更加的集中 177的直式引擎寬度是400mm V4引擎的寬度只有225mm 窄夾角引擎也可以使用較長的充塵 令引擎的寬度得以減少降低風阻 配合短軸距長腰背 令RSV4的操控更為刁鑽 Abrelia認為啊既要擁有V2的寬度 和姿勢多氣缸高轉的性能並不是直三引擎 而是V4引擎啊 所以BR9集團的耗資2500萬歐元 便是要幫Abrelia製造出一台完美的V4引擎 180匹馬力11.7kgm的扭力的RSV4參戰 Abrelia Racing重回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 並由羅馬皇帝MXBR級奪下WSBK世界冠軍 Abrelia在國際賽事上總共獲得了54個冠軍頭銜 7個SBK比賽世界冠軍 RSV4的名號從此在人本心中打響啦 可是回到市首車身上 而當年作為比賽而生的RSV4 故事裡其實很接近工廠賽車 由MAXBR級參與設計的車架非常硬朗 引擎的設計上並沒有完全考量到耐用性 V型四季鋼引擎的後鋼有散熱問題 因為散熱問題鋼頭容易漏油啊 原廠的水管三通很容易爆掉 油壓內鍊張景旗容易故障 從09年到13年之間做了不少的改良 11年至12年導入電控系統 APRC RSV4台灣當時售價超過120萬 之後因為發生代理聲 所以才讓RSV4的普及度 在台灣瞬間提高 本來是稀有動物的RSV4 變成了滿街的大貓 但也因為普及度的提高 房間從事維修APRELLIA的專門店家也變多了 要不然在09年RSV4剛出來的時候 可以說是求助無門啊 那憑量輕的說 RSV4的挑戰率並沒有非常的差 以後系車廠來說 RSV4的挑戰率其實還算高的 除了機門間隙以及漏油之外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外部的小毛病 上一篇介紹本田的時候 有個住國外的APRELLIA愛好者 憤憤的為APRELLIA抱不平 我只能說 國內國外的用路環境本來就不一樣 我們台灣國內的市區三部一紅燈 還有區間測速 對於這種速度機器來說 本來就是一種致命傷啊 相較於歐洲車廠 同屬於亞洲地區的日系車廠 在某些程度上 會比較注重到這方面的問題 可是就算如此 高性能高壓縮比的馬力狗 還是信不起熱的摧殘 而且從RSV4 2009年誕生到現在已經2020年了 新款測量該做的DBUG 也差不多都做完了 馬力來到217P 水管散通也終於換成金屬的 氣門材質與設計也進行了更新 提高耐用度 優雅鏈鏈張景器也更新為新料號 可是頭三率提高 不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2017年版本的雙向快白 還是有人三不五十在花費的 雖然雅哈哈的快牌也是很殘壞 最後是大家常問的 為什麼RSV4小小獅子 是因為V4引擎發動很像獅子在叫嗎 並不是 只是單純因為阿伯利亞的圖騰 上面有著獅子而已 好啦我是布魯老師 本期的好好聊天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還請幫我們訂閱與支持 你們的小小鼓勵是我們持續製作有趣影片的原動力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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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